揭露经济学的真相, 滞账比衰退更危险吗?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Break Time 0.5 滞账和衰退都意味着经济陷入困境, 但它们带来的麻烦却截然不同。 衰退很简单明了, 经济萎缩, 失业率上升。 可以把它想象成经济在小睡, 等待醒来后重新开始工作。 但是滞账呢? Break Time 0.5 它完全是另一回事。 经济震荡停止, 物价飞涨, 所有问题同时出现。 为什么这如此可怕? 为什么这如此可怕? 因为通常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 会让其他问题变得更糟。 这就像是用汽油没有火。 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理解滞账至关重要。 Break Time 0.5 这不仅仅是了解术语, 而是要理解为什么它是政策制定者的恶门。 简而言之, 虽然衰退很艰难, 但滞账就像玩电锯, 更难控制, 也更危险。 经济学专业的同学们, 保持敏锐, 你们的未来解决方案 可能是驯服这只野兽的关键。 Break Time 0.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